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肝胆排毒 肝胆排毒它就是把身体当中一些有毒的物质经过肝脏和胆汁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变成无毒的物质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人体当中它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官来组成 这些器官它发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作用 那比如说心脏它是帮助我们把血液送到全身各个地方 那我们的肺脏它是吸入我们自然界的好的空气 把我们体内脏的这些空气排出去 那我们的肾脏它发挥着很好的这个泌尿作用 例如脖子它也有很好的提高免疫力和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 那么肝脏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我们人体的物质都需要它的参与 经过代谢把一些有毒的物质排出去 那么肝脏排毒它是在全世界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排毒方式 那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酒它就是外来的毒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那么肝脏呢就会把它加工变成没有毒的物质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喝酒特别厉害的人呢 他的肝脏慢慢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那么肝脏在中医当中它也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它有很好的藏血的作用 它血液都会回收到肝脏 所以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都回流到肝脏 那么第二天我们人的精神就会变得特别的好 那么肝脏呢它为了解决我们身体进来了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 它每天可以说工作20多个小时很辛苦也很累 所以我们对肝脏要好一点要经常的照顾它关心它给它爱护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的肝脏胀不好 它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危害 那比如说如果肝脏功能不好的话 我们的内分泌功能就会发送紊乱 那比如说有的人脸上就会长斑 脸色就会变得比较难看的一个颜色 同时肝脏不好的人他的血压就容易波动比较大 那比如像很多高血压的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肝脏功能不好我们人就容易出现一些血液减少的现象 如果他的肝脏功能严重的不好那么他的皮肤就会发黄 他的小便也会发黄 甚至有的人眼珠子 这个里面眼珠子这个白的地方也会发黄 那么在中心当中呢我们把这些呢就称之为叫黄胆 那么因为肝脏和皮啊它同在我们人体的中交 所以当肝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呢吃饭的功能 可能食欲的功能就会下降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肝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人 他在吃饭的时候看到油腻的食物就会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比如说当我们把早餐端上来的时候 那么肝脏功能不好的人看到这些食物啊 他就不想吃饭说我没有那种饿的感觉 那么长时间肝脏功能不好 如果我们不去调理它人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脂肪肝啊肝硬化啊 还有严重的会出现肝癌啊 那么我在中国呀就有一个客户 他的肝脏功能非常的不好 到了什么程度啊 他肚子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呢用手摸一摸 那个肚子特别软 里面就有很多水 那么两年以后这个人就失去的生命 当时啊我们就特别的难过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肝脏功能不好 他没有及时的去处理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 如果刚开始发现肝脏功能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去处理 肝脏呢 他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害怕生气 害怕酒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 当你如果有这种想发脾气的感觉的时候 你一定要控制自己 然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笑一笑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那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更多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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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肝脏功能不好的人呢 还容易导致他睡眠不好 晚上休息不好 那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 肝脏功能不好 还会造成月经不调 还会造成身体发胖 还会造成他散不住孩子 那大家就在问呢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我们形成了这种肝脏功能不好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叫情绪不好 那比如说有的人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的人会出现家庭夫妻关系不好 或者有的人呢喜欢跟孩子生气 那么这些都会导致情绪的不稳定 所以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宽容别人 不要和别人斤斤计较 这样的话呢我们情绪啊就比较容易稳定 那么这个情绪呢 它其实和人的性格有关 所以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要不断地学习 要不断地修炼 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多了解一下肝胆功能不好的危害 如果你看到很多人因为肝胆功能不好 就会出了大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点担心和害怕 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那么引起肝胆功能不好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 饮酒数量太大了 那么 那么适量的酒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活血化淤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人吃饭的食欲 但如果你的喝的酒的量太大的话 那么你的肝脏就忙不过来 就容易伤及我们的肝脏的细胞 而引发肝脏的疾病 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熬夜 所以它会加重我们肝功能的负担 那一般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在晚上11点之前就要休息 如果你工作特别忙 那么你到了12点或者1点钟都不睡觉 那么你的肝脏就得不到休息 肝功能就会慢慢的下降 那么 就是我们经常会吃一些药物 这个药物进到身体当中需要肝脏的代谢 所以吃的药物越多 我们的肝脏受伤就越厉害 那比如说我们吃的一些口服的病药或者是抗结核的药 包括一些降压药 其实都会伤害我们的肝脏的功能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 肝脏功能的原因我也知道了 它的危害我也知道了 那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做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呢 那么 那么在生活当中可能你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今天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当你来到凤凰的时候 咱们就有非常好的方案提供给大家来帮助我们 那么首先第一种方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凤凰的套餐来帮助我们提升肝脑的功能 减少我们肝脑功能的伤害 通过这个套餐呢它首先可以增强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 它同时能够让我们睡眠变得更好 当你在生活当中经常抽烟喝酒熬夜或者发脾气那么你一定要用上这些套餐 就是认为一种肝脏的测误 如果人家有想法定的病毒 是你能不能够随身的痊疯 例如不停留下来 凤凰的病毒 或是你脑子都不需要疼身 或是你能不能够触摸摸摸烤心 那有的朋友说 哎呀 这些伤害我的因素我都没有 我也没有其他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更应该服用这个套餐 因为我们要提前的去预防肝胆功能的效果 那么这个套餐怎么应用呢 大家可以详细地把它记下来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来 早上的时候 我们用三清口服液一滋 血清肤胶囊两粒空服使用 还有咱们的零滋胶囊两粒 凤凰口服液一滋也是空服使用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零滋胶囊两粒 空服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用三清口服液 一滋血清肤胶囊两粒空服使用 那么同时还有凤凰口服液一滋 零滋胶囊两粒空服使用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大家提提 咱们的零滋胶囊 它里面含有着很多零滋的成分 零滋的使用呢 在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零滋胶囊 它可以保肝护肝 它可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能 所以我们用零滋胶囊 其实它首当其中的 就是让你肝脏的排毒功能变得更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提到 有三清口服液 它能够清理我们身体当中 多个地方的毒素 那比如说这个三清呢 它可以清理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 清理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 同时它可以清除我们皮肤的毒素 使你的皮肤变得更好 让你的身体的外面的里面的毒素都得到清理 那么为了让我们肝脏排毒的这种功能更加强大 在这个套餐当中 咱们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就是咱们看见的叫血清肤 那么血清肤的程度 这个里面的成分 它不单单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 同时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那么很多人使用完这个套餐以后 它不单单感觉身体变得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有力气 更重要的是它的皮肤感觉比原来年轻了很多 那么在使用这个产品套餐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要配合六味茶 每天我们两到三次 如果我们能够每天使用三十分钟的进入通 那它的肝脏排毒的效果会更加的强大 那么在中医当中 我们认为不管是人的肝胆排毒能力 或者是我们气血的调节能力 它这一切都源于人体的阴阳药平衡 所以在这个产品套餐里面呢 咱们看到的凤凤口肥叶 它就是从根本上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 提升我们人体的抗病能力 增加排毒功能 所以整个套餐的应用呢 它能够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清出去 同时平衡调整我们的阴阳 让我们人体变得更年轻 更健康 还可以延年益寿 那么大家在使用这个套餐的时候 除了配合经浪通口肥叶 一定要还记住 我们要配合其他的方法 那比如说有一个疗法 比如运动疗法 我们每天可以通过走路 或者通过跑步 你根据自己的年龄 根据自己的爱好 来进行适当的运动 因为我们听过运动 运动以后 我们的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加畅充 尤其是供给肝脏的血液 供给胆的血液 也会变得更加的多一点 这样他们的功能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一点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另外一个疗法 叫精神疗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 比较舒缓的音乐 或者是我们经常想一些 让自己比较高兴的事情 那我们还可以结合咱们的按摩聊法 对 按摩 比如说经常我们拍打我们的肝筋 或者是按压我们的太冲穴 或者吸门穴 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那有的人说 血维我不知道在哪呀老师 然后这个经络我不知道在哪 找得到呀 那么你在当地的代办处 或者分公司都可以买一套 把那个经络画图挂在你的家里面 你一看了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但很多可能会问КА 那去哪些计划 或者是哪些基因的 或是这样的基因 你们可以在哪 善 san患者 计划 有些和电影 如果因为那么大型 说 有没有 和电影 有些图 和电影 而 也 那么有很多朋友说,啊,那我知道了,这个套餐很棒,那用了这个套餐,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表现呢? 那么我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女士,她今年四十五岁。 她这个人平时在家里喜欢和她的丈夫吵架。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她的身体比较瘦一点,脸色还比较发黄,很难看。 早上她起来以后,身体感觉没有力气,这个嘴里面特别特别的苦。 她当时很痛苦,她找到了我以后,她说,你能不能帮我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解决这种痛苦。 我就建议她使用了咱们凤凰的这个套餐。 这就是她的姿态。 现在我告诉她,当时她和我召唤了, 就是这样的选择。 然后我建议她使用这些产品, 我们今天说的。 使用了咱们这个套餐三个月以后,她又来找我了。 我发现她的脸色没有那么黄了, 比以前要好看漂亮很多。 然后她早上起来身体也比较有力气,嘴里也不发苦。 原来身体看起来特别素, 但是这次我再见她以后, 发现她整个人的身材变得特别好,体型也变得特别的棒。 更重要的是她说, 我现在跟我的丈夫也不吵架了, 因为我平时也不爱僧气了。 她说我心情特别的舒畅。 她说我非常感谢你,楼老师。 我说你不要感谢我, 你应该感谢凤凰。 是因为凤凰有这么好的套餐, 才让你变得这么优秀。 她说我非常感谢你,楼老师。 我说你不要感谢我, 是因为凤凰有这么好的套餐, 才让你变得这么优秀。 那么还有一个我的客户, 他是一个男的叫王先生, 今年56岁。 他平时特别喜欢喝酒, 每天他要喝两斤白酒, 身体特别特别的怕。 对,一千克。 一公斤。 他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个油腻的东西都特别的恶心。 更重要的是, 他进医院检查了, 伊森告诉他, 他患上了重度的脂肪肝。 那么他经过朋友的介绍, 找到了我, 我就给他推荐了吃咱们的套餐, 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三个月以后, 他再次来到我的工作室, 并且拿着医生的报告, 他说你看一看, 医生说我的重度脂肪肝变成了轻度脂肪肝。 他特别的高兴, 像小孩子一样那么高兴。 他也得到肥皾里面的东西, 一码一枪公斤。 他医生说是说上轻度脂肪肝变成为恶心。 他身边地调去植 hij造成为重度脂肪肌腫肝变成为重度脂肪肝变成为重度脂肪肿肝变成为。 那我们今天的朋友啊,听到我谈的这些案例,我相信你也会有享福用这个套餐的一种想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在使用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结合经络通,结合我们其他的疗法,我们共同的作样,这样你才能在短时间之内有非常好的表现。 当然,我们必须知道,那最好的效果是当时,我们使用各种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接触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套餐,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套餐,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套餐,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套餐和感觉。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肝胆套餐的聆听。 我相信,你使用了这个套餐,也一定会让你的肝胆变得更加强大,身体变得更棒。 我感谢您 relieved所以并웃一下你的肝胃的呼吸电, headache? 我感谢您带我黄奏重关我的精神に atra哎呀,宝贝aliろ两 geben、健身肺荣率有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